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 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新概念第三册的第十八课了 也就是Lesson 18 Electric Currents in Modern Art 当代艺术中的电流 这个艺术中怎么会出了电流 咱们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咱们打开到第八十二页 来看一下这个书的生词和段语 Please open books at page 82 好 动作快些 82页 跟老师把生词短语先打上来读一遍 Now Read Ask Me Current Current Sculpture Sculpture Mistaken Mistaken 注意 要酌化 不要读声mistaken 在s后面中读时 声带要震动 所以把那个t变成的这个声音 我们再打上来一遍 Mis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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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了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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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ibit Exhibit O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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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ach Attach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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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netize Magnetize Repel Repel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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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t Emit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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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histo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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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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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cul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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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ck Shock Emotionally Emotionally 好 接了 这个书生词端语比较多 同样这个书中重点的词也是比较多的 咱们先看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就是我们再来看一遍这个电流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再来一遍 Current Current 注意前面发 老师说过道V字 是把嘴刺人张开 嘴上没有动作就发 放松 后面一个字毛要勾手头 所以我们不得Cur 这个声音 再来一遍 Current Current 这个词叫电流 那么指电流呢生活中我们有两种常见的电流 咱们可以一一看一看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AC 且强了叫Alternating Current 咱们翻译成交流电 这个Alternating叫来回往复变化的 叫交流电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lternating Current Alternating Current 好 我们在用电器上看到有AC两个大写字目缩写 我们知道这是交流电 但是有些充电器上呢 我们看有这么两个字叫DC 这个DC代表什么呢 就是这么两个字叫Direct Current 这个咱们猜也能猜到 那一定是直流电 直接电流能传过来的 这是直流电和交流电 这个都是用到了电流 里面那个Current这个字 但是我们举于反三的 跟电相关的表达非常多 比如说我说 这跟电线有电吗 这个电线有电没有 这也是跟电相关的 这句话咱们这么问 我说Is the wire live? 注意这个Wire在这表示电线 我们在第17课最长的吊销中也指金属丝 什么钢丝用它也行 在这儿是电线 这个Live在这儿是带电的 当然它也可以表示活着的都行 这跟电线有电没有 Is the wire live? 是这么来说的 只是用Live这个形容词 咱们再看一个句子 The plug broke Exposing live wire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plug Plug表示我们那个插头 就用电器那个插头 这当常识可以记住 我们读一下 Plug Plug 这个broke就break 一般过去就是碎了 这个插头给裂了碎了 而Exposing是结果状语了 这非为动词暴露出了带电的电线 看到这个带电的 就是形容词 我们再读一遍 Live Live 注意不要动词live 动词live是动词居住 在这是带电的 有电的 顺便我们可以同时再记忆 这插头都看到 我们有两针的插头 或者两项插头 还有带地线的这种三项插头 这个都可以 后面这个pin是表示 插头那个铜片 那个针角 我们先读一下两项插头 Two pin plug Two pin plug 注意发音 不要读two pin 同样老师说过 中间这个字母爱发 不是发一 所以不是pin 而是pin pin pin 这么一个声音 在里面 two pin plug 再读一下三项插头 three pin plug 这个到我们外国出去留学 生活中常见的东西 咱们怎么称谓 这个应该知道 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那个插座 插座或者我们在电脑里 手机里面的插槽 都是用它 我们大声来一遍 socket socket 好 这叫插座 或者叫插头 这个插槽 都可以用它 好 这是跟电相关的 咱们同时记住 下面我们再看这个current 不但可以表示电流 凡是流状的东西 它都可以用 比如说水流啊 什么气流啊 咱们都可以用 那么水流 我们大声读一下 water current water current 同样气流呢 在那边 air current air current 好 这是水流跟气流 同样呢 在固定搭配里面 它的含义也是固定的 你像这个用法 叫swim with the current 那不可能随着电流游泳 所以你就死了 就是顺着水流游泳 在这个搭配里面current 当然是water current 水流的意思 同样的逆流而上 在游泳呢 就swim against current swim against current 叫逆流游泳 就枪着水流 往回去流 是这么一个 这是看到current 表示电流 水流 气流 咱们都可以用它 都可以用它 可以同时记住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current 除了当名词之外 我们在阅读真体中 还有写作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词性 就是当作形词来用 叫当前的 现在的 表示这个意思 生活中也用的特别多 比如说现任总统 叫做的current president 就目前在位的 现在在任上这个总统 current affairs 直接发现时事 现在国家或国际上 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 这个affair注意 它是多一词 它既可以表示 重大的公众性的 政治性的事件 也可以表示桃色消息 花边新闻 那些这个绯闻 也可以用它 在这儿 当然是公众性的 政治性的事件 注意这是多一词 我们读一下这段语 current affairs current affairs 就是我们要关心的这个时事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同样的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直接翻译成 是当前的经济状况 经济情况 咱们的前面 situation 大家还记得 在17课 最长的吊桥中讲过 既可以表示地理位置 也可以表示情况 局势局面 都可以 好 这是current 大家做名词和形容词 两个含义 咱们看了一些 特别常用的 实用的例子 一些具体称谓 希望大家把它背起来 好 下面一个重要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错误的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mistaken 再来一遍 mistaken 注意这个t 在s后面中读 声带有震动 不要读成mistaken 不对 再来一遍 mistaken 好 记得 这表示错误的 有错的 表示错误的相关的表达 它的形容词 名词 动词系列 都特别重要 咱们一一来看一看 首先看中心 这个形容词叫mistaken 它呢 用法比较灵活 它既可以当定语 也可以做表语 咱们先看相对 比较简单的定语 比如说mistaken ideas 叫做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想法 这个简单 再比如说 a mistaken judgment 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都可以用它 直接放在名词前 可以限定名词 它做表语的时候 咱们一定要连后面的戒词 同时记住 叫把什么东西给搞错了 这个搭配叫be mistaken about something 把某个东西给搞错了 咱们看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说 哎呀 我很不好意思 我把她的年纪 年龄给搞错了 I was mistaken about her age 我把这女孩子年纪给搞错了 本来28 我记成82了 不好意思 搞错了 be mistaken about something 可以这么来记 那么跟它类似的表示 有错的 咱们先看形容词系列 特别多 比较通俗的版本 咱们有wrong或者false 可以表示错误的 谬误的 这个都可以 我们分别读下 wrong false 错误的 有错的 这个一般大家都知道 那么比较文言的书面语 在写作中 可以换成高级版本 这个书面语 它音节多 而且个儿也大 我们大声分别来读下 erroneous 大家可能能猜到 它是来自名词error error 叫错误 这叫有错的 谬误的 同样再读后面的形容词 fallacious 这是书面语 叫谬误的 有错的 它是来自名词fallacy f-a-l-l-a-c-y 叫谬论 错误的观念 这个名词 咱们一会儿会看到 这是我们先看到的 表示有错的 错误的形容词系列 可以用这么多 下面咱们看一看 常见的名词 那么第一个 就是mistaken 它同根的名词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也是普通的一个 可数名词 我们大声再读下 mistake mistake 大家发现 只要不要把它读成mistake 就好了 就是发音容易读错 还有一个比它更正式一点的 一般用在什么 比较正式的文章 什么论文里边 在技术术语里面 用的多一些 我们再大声读下 error 也是错误 它一般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 在论文里 用在什么专业的术语里面 用的更多一些 你比如说 technical error 就是一个技术错误 这是一个技术上犯的一个错误 叫error 可以指错误 那么 也是一个常见的名词 那么还有跟它类似呢 还有很多 比如说下面一些词 用法可能就稍微窄一些了 比如说我们有个名词叫 我们跟老师在大声度下 blender blender 这个词呢 我们中文也可以翻成错误 但它强调的含义就不大一样了 这个词一般强调 由于粗心一时不慎 而犯下的大错 这个人呢 由于麻麻糊糊 一时不慎 可以这么说 这个lazy bones 就类似于咱们中文说的 懒汉 懒骨头 但注意一个人呢 他不可能一根大骨都痛下来 所以一个懒汉 就one lazy bones 两个懒汉还是lazy bones 一个懒汉 也不能说 lazy bone 一根骨头不行 是这么来说 嫁给这么一个懒汉 这是当时拙恶不慎 一时不慎 酿成大错 用blender这个词 好一些 还有一个 咱们常见的错误呢 叫fault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错误 但这个词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一般强调 是某人的责任 两个人打架 常常说 it's your fault 这是你的错 都愿你 强调某人应该负责 是某人的责任 这个时候用它 我们把这句话 给大声读一下 it's your fault it's your fault 都是你的错 都怪你 这个时候咱们用fault 更好一些 所以用法场合呢 还是略有差别的 还有没有 还有 我们还有一个 比较正式的词汇 就是刚才那个Felicius 他同根的 这个名词形式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来读一下 Fallacy Fallacy 这个错误呢 咱们一般指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想法 或者翻译成谬论 一定是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观念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It is a common fallacy that women are worse drivers than men 前面 it是行出主语 后面那是主语从具 他说什么呢 认为妇女呢 开车不如男人 这是一个常见的谬误 一个谬论 错误的观念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它 跟老师再大声再读一遍 Fallacy 这是错误观念 错误想法 或直接翻译谬论 谬误就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 它的名词系列 还有动词系列 犯错误相关的表达 有哪些 咱们先看比较基本的 首先大家都知道 可以用make a mistake I made a mistake 我犯了一个错 可以用它 还能用什么呢 大家我们注意 还有一个搭配 叫commit a fallacy 这个也是犯错 但含义不大一样 make a mistake 咱们一般强调 事实搞错了 比如这个女孩子 本来28岁 我记成82了 I made a mistake 我把事实搞错了 但commits a fallacy 一般是表示 逻辑上的错误 就是思维上出现问题了 事实没有记错 没有搞错 思维上 思维方式里面出问题了 这个commit 是跟fallacy常见搭配 我们知道commit这个词 一般是做错误 或者做傻事 可以用它 你像什么犯罪 所以commit a crime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讲过 这个罪行 相关的第十一课中讲过 或者自杀 叫commit suicide s-u-i-c-i-d s-u-i-c-i-d 叫自杀 办错事办傻事 所以放在一块犯错 一般跟它固定搭配 我们大声读一下 commit a fallacy commit a fallacy 这也是犯了一个错误 但这个一般是逻辑错误 思维错误 而不是事实搞错了 咱们同样看一个简单例子 这个剧情 可能在我们的 直而易和直卖的写作中 用得更多一些 它说什么呢 The author commits a fallacy or false analogy 这个作者犯了一个错误类比 这种逻辑谬误 false analogy 是逻辑漏洞的一种 叫错误类比 就是A做了事之后 效果不错 B也应该做了事 一定能获得同样的效果 这就是谬误 错误的思维 注意叫commit a fallacy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这个动词 还有一个比较文言的一个动词 个儿特别小 就直接用er 三个字母就好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er er 它还有个发音这么多也行 er er 都称er 都称er都可以 它也是表示犯错 它就是我们那个error 名词的动词形式 但这个词表示犯错 是比较文言的书面语 别看个儿小 但人小鬼大 比较庄严正式 英国伟大的大使人 Alexander Pope 曾经有个名诗中的片段 就用到了这个词 叫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 这个诗歌的片段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在第三课 讲生词中 谈到那个什么 神圣的里面 谈到过这个词 当时讲的是divine 这个神的 上帝的神性的 这里我们重点看这动词 to err is human 世人都会犯错 to forgive divine 如果能宽恕别人 你就有神的特征了 那么第二个句子 跟第一句话是并列 可以说省略了并列的 未语动词is 应该是to forgive is divine 中文翻译成 凡人多传物 为神能见诱 就是凡是人 咱们都会犯错误 只有神看到错误之后 这个错误能够被宽恕原谅 这个诱是宽恕的意思 这个见在古文中是表示被吗 见笑见笑被大家嘲笑了 见谅见谅 是能够被原谅被宽恕 这个意思 这作为一个名句 咱们顺便可以记住 好 这是我们总结了一下 这个犯错相关的 一些重点的不同词性的 一些优雅的表达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那么好 优优雅